大家好 我是喵小千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的新裝備 T300 RSGT 我想要這個超久的呢 從大概快三年前 接觸Acedo Crosse的時候開始 我就一直很想要T300 可是呢 一直都沒有辦法達成 沒想到啊 在中秋節的時候 SIM賽車頻道的馬力歐 邀請我一起到位在桃園的 Gear Planet 新海山 去體驗NLR Traction Plus 動態椅跟中秋烤肉 跟老闆聊天的過程中 就是說呢 我現在用的方向盤是G27 沒想到 老闆居然 說要記憶組T300給我 我當下整個就傻住啦 非常開心喔 我都忘記 我到底有沒有好好的 跟老闆說謝謝 那回家之後 我就想說 這有可能是業配嘛 所以我就傳了訊息去問老闆 大家相信也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疑問 這部影片到底是不是業配 老闆的答案是 不是 我要不要拍 隨便我 真是人太好了 所以呢 今天就是來分享 我從開了快兩年的G27 換到T300的過程跟心得 因為不像邏輯有很多鍵盤滑鼠 所以還蠻有名的 剛開始接觸我模擬賽車的 可能會沒有聽過圖馬斯特這個牌子 就像兩年前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一樣 查了很多資料之後 然後我才知道有這個T300 然後就很想要的 我現在就來先介紹一下好了 圖馬斯特是一間專門做遊戲周邊的公司 最早大概1990的時候 他們是做模擬飛行用的搖板 我自己現在有一組T-Flight 在用來玩DCS 還有一點小改造 不過 我 我的技術很差就是了 後來也開始開發模擬賽車用的方向盤 目前他們家的方向盤 分成T80 T150 T300 還有最高價格 TGT 那T80因為只有線性圍材 沒有利回貨 所以我們就 把它略過吧 畢竟如果要玩模擬賽車的話 還是要有利回貨才好 從T150開始往上看會比較適當一點 那今天的T300就是大概在中間的位置 T300分成兩個版本 T300RS是油門煞車雙踏板的 在做影片當下PCO上面售價是13500 那T300RSGT呢 是三個塔板 多了一個離合器 做影片當下在PCO上面售價是15500 比它的競品G29稍微貴了一些 但T300有無刷板 有霍爾感應器感應方向盤角度 就不會出現像我之前拍G27常見的故障影片 裡面就有說到 用久了電刷的磨損可能會 影響方向盤的運作 還有光炸可能會斷裂 也會影響方向盤的校正 因為我沒有追到久 所以這些問題有沒有改善 我就不曉得了 好啦想要T300那麼久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回來玩吧 開拆 開拆 登登登登 登 哇~~中到攝影機了 換個方式擺好了 一打開就看到方向盤的盤面 套著塑膠套 周邊也用泡棉圍著 然後這個應該是電源線 固定方向盤在桌上用的夾具螺絲 提供煞車腳桿的三角錐 還蠻硬的耶 好第一層就這樣 拿起來 裡面有說明書 這個 等一下有需要再看 塑膠套套子的方向盤本體 應該會有點重 嘿咻 再來是 夾桌子的夾具 最後是 踏板 也是有袋子裝的 三踏板就是 GT版本的特色 按來看 好重 好重 它線頭好特別喔 有點像縮小版的黃路線 好重 本體上有R3跟L3 然後可以切換PS4跟PS3 背面有踏板的連接孔 電源剛剛有看過它的線 然後圓孔是可以外接設備用的 例如接打單桿 最後是方向盤 這應該是最輕鬆能夠單手拿的動的 上面是PS4手把的按鍵 正中間有個藍色的環 記得之前我在這榜像已經代替那個環 方向盤的背後也是走著圓形的接頭 真的是非常萬用啊 不過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就不詳細介紹啊 快快快快 我手要不行了 插上去插上去 然後 把這支間的環鎖上 環的內部是有螺紋的 盤面也是有螺紋的 鎖緊之後呢 盤面就不會被拿下來 那外套避免在玩的時候 環會轉動 然後方向盤鬆掉 所以這裡有個平頭螺絲 把它鎖緊就可以固定環的位置 這麼很多攝影腳架 可以固定位置的原理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環跟方向盤都是塑膠子 所以鎖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然後就是上桌啦 它夾具比較長 應該可以避免像G27 比較短 所以開的時候就會這樣咬 好 T300這樣子比較長的設計 就 可以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可是 好像有點插不進去 我可能要 先調一下位子 好 我已經大概把它裝上去 接下來就是推進去 然後鎖緊 小心不要夾到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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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穩很多喔 但我的桌面好像不太穩 看來車架還是必須的 目前沒有插電 轉轉看 滑起來是比較順暢的 還蠻明顯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 這個踏板底部有個小草絲 收線的凹槽 看是要往左還是往右 這樣就不會去夾到線 之前的G27看一下這裡 就夾到的痕跡 然後踏板線連接完成 電源線連接完成 準備最後接USB 值得敬業的一刻 4 3 2 1 喔 教訓完了 剛剛忘記說 PC的話請用PS3 順帶一提 就是PS4接上去就可以開始玩了 好 官網上 我們現在要找出T300 T300 有 這裡 進來之後往下拉就可以看到驅動程序 然後點下載 安裝 好棒 這邊就下一步就好了 驅動程序建議 裝在預設位置 比較不會有奇怪的問題 驚豔 很快 照好的步驟安裝完之後就會需要重新開機 我們就重開一下 重開之後就能在裝置印表機這邊找到T300方向盤 打開按內容就會出現驅動程式的測試跟設定畫面 如果遊戲動作動不正常的話就可以來這邊看看是不是訊號是對的 如果那裡是對的話就是遊戲設定的問題 上面有設定方向盤最大角度的地方 目前是900度 超過的部分就會有個軟鎖定 硬轉還是轉得過去的 軸則是顯示目前方向盤角度的讀值可以檢查有沒有問題 再往下是三個踏板的軸 每一台都沒有去耗材了就會亮起來 然後是每個按鈕跟檢查更新功能 測試力回饋這頁則是在很多情形下會產生的力回饋模型 按下去它就會轉 正確來說應該是手抓著方向盤 然後按上面的按鈕來感覺這樣的力回饋是什麼 但是因為這樣就不好拍 所以我先用滑鼠點給大家看就會產生這樣的動作 每一個用每一個的效果 其實這個單字好像用的有點不是 怎麼容易理解 我去查字典的時候 不太確定這是指車輛哪一個動作所用的名詞 最後一頁是Gang 在這裡調整的話會應用到每一個遊戲 但我比較喜歡在遊戲裡面調 因為不同遊戲的力量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裡就不動 我們來看AC吧 有了 我感覺就是要刻意壓旁邊 我好酷喔 警方不負輔 這資訊差不多了吧 感覺差太多了吧 你突然有點不太會開耶 覺得扯喔 現在直線震動感都會傳來 居然其實沒有這個體驗了 好太多了吧 之前在展場摸過 但是不同的地方 實在是沒有那麼明顯 在同一個座位上面 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賽道 馬上跟我平常練出的感覺就差很多 太讚 我快想要試試看甩尾 之前G27試過幾次都甩不起來 容易就可以喔 等一下再讓我看一下 我應該換檔了 好啦 來甩來甩 不知道怎麼開始 先用POWER SLIDE好了 先用POWER SLIDE好了 現在有一點喔 先用POWER SLIDE 哎呀 想得太美好了 果然不是有辦法一下就成功了 哦 好像成功一點點 還是轉了 嘩 有了有了有了 喔 有了有了有成功了 诶 可惡啊 喔喔 一個 兩個 再一次 三個 好玩耶 剛剛失敗的地方 再一次挑戰 也是同一個地方嗎 喔 散了 不玩 哇哇哇哇哇哇 居然救回來 好 甩一下可能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覺得T300比較好控制 我們現在換為G27看一下 確定不是因為我剛剛花一點時間學會了 好不好 我這樣算學會嗎 嗯 無法 能感受到的東西實在是 差太多了 大家可以注意我的影片的視角 方向盤旋轉的速度喔 其實還蠻明顯 就不太一樣 有差距的 欸 細節實際上 手握的時候也會感受得比較少 就非常不知道現在的車子是什麼狀況 就只能靠畫面去判斷 就只能靠畫面去判斷 從頭盤沒有辦法給出什麼資訊 算了 換回來 現在這影片結尾的錄影 是在拿T300好一段時間之後 就夠了 我還特別選了一模一樣的衣服 這期壓了 我有用T300練車 有去跑TWAC的比賽 我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T300整體的感受好了 就我隧頭高彩來說 G27我感受到大概就是 四種立回快模式 首先當然是轉彎的時候 方向盤的回正力道 還有就是壓到露眼石的時候 會有一點微微的震動 另外就是在 如果把Acetopo在裡面 轉向不足效果打開的話 當發生轉向不足的時候 立回快會完全消失 就沒有任何的回饋 方向盤這樣空掉的感覺 如果沒有開的話是感受不到的 Project House 2 上面沒有這個效果 所以就沒有辦法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要講真實的話 我自己呢曾經開我家的WISH 推頭過兩次 兩次都是在山上 所以非常的緊張 具體來說方向盤到底回應是什麼 我真的沒有辦法回想起來了 所以呢我其實很難確定 空掉到底是不是對的 現在好像也沒有什麼機會 然後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去讓我測試這件事情 最後一個回饋是 在後輪準備要打滑的時候 方向盤的立回饋會突然的加大 就會知道要趕快做修整 來避免車子滑出去 換T300之後呢 在轉彎的立回饋上面 因為是皮帶帶動的關係 所以比齒輪的G27多了一個軟Q的感覺 我覺得還不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面再繼續講 還有什麼原因 讓大家立回饋 感覺是比G27還要細膩的 那另一個部分呢就是 露眼蛇震都變得更加的清晰了 但是最大的不同是 在轉腔不足跟準備失控 這兩個效果進來的時候 G27是直接的 T300是有一點慢慢進來的感覺 如果要舉一個賽車的例子的話 就例如說我們在入彎的時候 方向盤柔順的轉進去 跟一瞬間就轉到位 那個車子的穩定度就會有差 所以T300感覺就是比較柔順 那它細緻度是有蠻大的差異的 另外在轉向不足的時候 也不是直接空掉變成沒有立回饋的狀態 而是會感受到立回快下降 同時有微微的也不知道該不會說 算是震動 震動好像又太強烈了 就是有點搖晃 但是又沒有到搖晃這麼緩慢的一個 有點難敘述的感覺 而且要關掉這個轉向不足的增強效果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受到有轉向不足跟沒有轉向不足的不一樣 後輪準備失控的部分 則是感覺可以比G27更早就感受到那一點點的差異 然後就更有機會把失控的車救回來 我換了T300之後救車的成功率就變高了 有一些高手可能是沒有差的 但是對我來說還蠻有幫助的 整體來說呢 我認為T300他去解讀遊戲給的資訊的時候 是用比較複雜的方式去呈現的 比較感受不到這麼明確的條件切換 就是程式嘛 就是衣服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條件切換在G27上面是非常的明顯 按在T300上面是比較感受不到 這樣子就可以帶來更細膩的回饋感受 在駕駛上面我覺得是更加的直覺一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代表他跟整車更接近呢 開車的時候 通常也不用太想怎麼樣 就可以知道車子的狀態 T300跟G27比起來是更接近這個狀態 而且這下我前面測試的時候 要去稍微甩個圍一下 走很難講理論的開法 就特別的有幫助 當然這也是我的猜測 因為我不可能取得它的原始嘛 我的猜測還有另外一個根據 就是在T300的驅動程式裡面的測試項目 以我這樣一些小型控制器的少少經驗 我猜它大概就是這個每個測試項目 就是每一段的力回饋程式區段 在遇到適當狀況的時候 它就會加入這個區段 然後 把力會快表現出來 另外我也想要來提一下踏板 油門的禮盒器基本上跟G27差距並不大 有差的是下車 老實說我目前還是覺得G27的下車我會比較容易掌控一些 踏板板呢 在沒有裝橡皮椎的情況下 我用手去壓 是可以感受到彈力的改變的 可是用腳踩的時候好像就很難去感受到 但是呢 如果是裝上橡皮椎的情況下 再加上遊戲裡面的曲線設定 下車就會變得非常輕鬆 我只要把 帶上乳彎需要的力道 射在我剛好 碰到橡皮椎的那個點 我每次就是剛好碰到橡皮椎 我就是可以帶上乳彎 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嗯 我是怕形成一種依賴啦 但是如果 去壓機車的手把疊下 前面也是空的嘛 碰到之後 如果 移動的行程變很少 但是下車的力道開始增大 所以就這個 移動的行程來看 橡皮椎的解決方案 其實是沒有錯的 關於這個踏板下車腳桿的部分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 很方便 就可以改裝 下車腳桿的一些改裝零件 所以只要在花一點小錢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改成想要的腳桿 可以解決的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嘛 關鍵的方向盤回饋 這是你改不了的 我現在長時間 網路的方向盤 就只有DFGT跟G27 還是現在開始使用的T300 如果要使用更貴方向盤 例如說直驅啊 三大看到 然後覺得講得太好太誇張的話 海情多多包含 畢竟這是我現在有過最好的方向盤了 最後再次感謝GearPlanet 新海山的蔡老闆 送我這個大禮物 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 訂閱按鈕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祝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 或者是 目前比較少見的直播喔 FB的粉絲團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如果有新影片發布都會在裡面通知 謝謝啦 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